氣象局針對軒嵐落颱風 已經陸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而這個暴風圈又繼續擴大了 預計在3號晚間入夜 一直到4號的上午 是暴風圈離台灣最近的時候 海巡署12岸巡大隊加強警戒 呼籲民眾不要靠近海邊關浪 以免發生危險 受颱風及外圍環流的影響 中央氣象局也對於 實縣市發布豪大雨特暴 花蓮風景區七星潭 上午雖然沒有下著雨 但10點鐘開始下雨 海岸邊從昨日已拉起封鎖線 以防止民眾太靠近海岸發生危險 軒嵐落海上颱風警報 花蓮縣政府同步於2號上午9時30分 劃定本縣海岸海港及港鋪等區域 範圍為近縣市區域 基於安全考量 在此呼籲民眾在颱風來襲期間 切勿前往岸季逗留及關浪 以防漢市發生 若擅船進縣市區域 金圈島不離去 可依照災害防救法 儲新台幣5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是罰還 今天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風雨逐漸增強 北部及東北部地區 有局部豪大雨及豪雨發生的機率 3號颱風由台灣東方北上 4號逐漸遠離 暴風圈將涵蓋部分北部 東半部海面 雖路徑仍然不確定性 中央氣象局仍密切主義當中 記者林杰綜合報導 Scandinavian Text Service 2018 谢谢大家